所以 未來呢 其實你在這一年在準備這個國家考試的過程中 我通常 第一堂課我會給同學一個 軟性的作業 不是很硬性的規定 你從今天開始 你回去看10個條文 養成這個習慣 我跟你講 我要你看 我沒有要你背 我跟你講 可是看呢 麻煩你給我仔細的看 一個字一個字慢慢看 因為很多同學呢 看都基本上都看得很大概 可是我要選擇題是要很精確到位的 我跟你講 我要的答案是 比如說像選擇題有數字的 你就不能跳過 我跟你講 比如說像剛才講的嘛 五年累幾再犯嘛 對不對 我會累犯嘛 那交通期情是幾分之幾 對不對 這種數字的東西不會變嘛 所以這種數字的東西麻煩你要看 其實我跟他講 我覺得選擇題比較難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考法律效果 為什麼 因為我常講齁 其實如果選擇題最簡單的level就是 這個題目只考一個條文 就像我剛才講的47條 對不對 累犯考一考就沒了 可是如果有時候考法律效果 這個是一個什麼 我常講 這個其實是什麼 統整型的 統整型的我覺得是同學比較難應付的 為什麼 因為可能他這一題 ABCD四個選項 涉及要四個條文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一題只考一個條文 那最簡單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一題也可以考四個條文 為什麼 ABCD四個選項 四個條文 對不對 那這個就難了 對不對 那這個就難了 那比如說這個部分我舉個例子 最常考的就是法律效果 可以了嗎 比如說我問你說 請問刑法哪些法條的法律效果是寫不法這兩個字 這個就算有些同學上過正規課 他還是回答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正規課如果是以深論體為主的 他不會跟你講這些 可以了嗎 請問刑法法律效果是不法的 這兩個字有哪幾個條文 這個很多同學答不出來啊 那我現在稍微講一下 我快速的講一下 如果依照犯罪的結構來看的話 我們所謂的三界理論之後來講 有可能會因為構成要見不該當 12條1項 行為被處於故意或過失不法 對不對 有可能因為像違法性而不法 比如說像惡意到惡事 惡意是依法令之行為不法 惡惡事業務上當上行為不法 惡惡事政當防衛惡事請以兵談不法 對不對 有可能因為罪責的不法 比如說像18條1項 未滿失罪人之行為不法 或19條1項 行為使因為性的障礙或性的間缺 自不能辨識習行為的能力 或一起辨識行為的義不法 這是因為罪者不法 有可能因為其他可罰條件不法 比如說像26不能畏稅 行為不能發生犯罪又無危險不法 可以叫什麼 這是行種的不法而已喔 那還有行分的不法 行法分者有不法的條文喔 比如說像190-1第八項 就是說你放那些什麼環境污染的罪 可是你行結潛注行為不法 對不對 然後好像294-11 主缺疑系罪成立事由 310的三項 就是那個什麼 匪犯罪能證明有真實不法 但設敵師的與共和力無關不再實現 311311發表原論不法 可以了什麼 所以我要跟他講就是說 今天你回去看 麻煩大家 你一定要記得一個點 法律效果要記得看 為什麼 因為有些同學你上過正規課 比如說他可能 學過正當防衛嗎 可是正當防衛你如果在寫深論題 你會刻意去強調正當防衛的法律效果 叫不法嗎 不會 你只能寫說依照刑法2-3條正當防衛 主缺違法 對不對 你不會去寫法條的效果出來 對不對 因為老師通常跟你講說 你只要寫 依照2-3條正當防衛 主缺違法就可以了嘛 那就不成立犯罪了嘛 那就ending了嘛 聽得懂意思嗎 可是其實說真的 你在考選擇題 他不是讓你寫答案耶 他是既有答案讓你選 你懂意思嗎 所以我常講 選擇跟深論的寫法不一樣 選擇是你被限制答案的 你只能從ABCD四個選項 去選一個合適的答案 可是深論題是你去寫你的答案 他是無到有 可以認了嗎 所以呢 準備模式我常講很不一樣 那其實我要跟他講是說 我條文的考法齁 其實也有 貓膩啊 你知道嗎 就是有點眉角 你知道嗎 條文可以怎麼考 你知道嗎 我剛剛出的那種題目 是最簡單的條文考法 就是單一條文背誦 可以知道嗎 比如說我這個題目 就單純考47條累犯而已 對不對 那累犯呢 就怎樣 幾年內幾乎半為累犯嘛 你當然要學5年內嘛 對不對 OK 這單一條文 單一條文的考法 最喜歡集合 在哪裡 刑罰論 可以知道嗎 比如說什麼 累犯啊 子奪公權啊 緩刑啊 異科罰金啊 對不對 啪啦啪啦 這些都在刑罰論裡面 那第二個部分呢 其實選擇題有時候很喜歡考概念 概念 這個概念通常會講到犯罪分類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之後會講到比如說像危險犯 那危險犯呢 在分類上可以分為抽象危險犯跟具體危險犯 那有時候國家考試會問你說 請問下列 請問173條1項是抽象還是具體 那再來呢 我要跟他講是說 我會很強調實物見解 為什麼 因為實物見解相對於學說來講 他是比較統一的概念 對不對 因為實物見解基本上呢怎樣 就是看層級嘛 對不對 最高一定壓過高院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實物見解其實這個部分 我另外開個視窗啦 實物見解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很多同學問我說 老師實物見解要怎麼念 我們舉個幾個例子 實物見解最高當然是司法院嘛 對不對 那司法院呢 以前是有所謂的判例跟決議 對不對 可是這個部分 隨著大法庭的到來 他已經走入歷史了 對吧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判例跟決議的概念 對不對 那個同學有考法院組織法的 法院組織法五十七條之一 可以了嗎 判例跟決議以前有嘛 現在已經走入歷史了 那所以呢我要跟他講的是說 判例決議說真的像我們課本還是會有 為什麼 因為依照所謂的法院組織法五十七條之一 如果這些判例是查得到判決主文的 他還是可以再援用 可是查不到判決主文的就不能再用了 對吧 這個有上過法院組織法應該有聽過啦 OK 所以呢像判例的部分呢 我會建議大家齁 你要記得年份 為什麼 因為法院組織法講得很清楚嗎 查得到判決主文的可以用嗎 查不到判決主文不能用 那我想問大家什麼東西查不到判決主文 時代久遠的啦 對不對 我們政府還在對岸的那個年代 你要知道 比如說那個民國三十幾年的 四十幾年的 那個民國二十幾年的判例 你覺得拿來用好 可以用嗎 那個二十幾年的 你覺得 你覺得查得到判決主文嗎 那時候蔣中正逃來台灣 他會先下令那個國軍說 先保護最高法院的判決 最高法院判決第一批再走 不可能嘛 一定是在黃金跟珠寶嘛 對不對 誰在最高法院判決 對不對 所以最高法院判決那些已經都留在那個對岸 我們司法院前幾年聽說我做一個工作 去對岸 然後問說 欸當時我們還在對岸的那個判決在不在 你知道嗎 那對岸早就說不在啊 靠 對方 那時候有什麼文革 文化大革命 不是那邊燒有的沒的 對不對 那第一個匪 匪類的判決書一定先燒嘛 對不對 誰還保護你的判決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是什麼 國共內戰啊對不對 對不對 誰還在那邊保護你判決 他一定是先燒這個判決書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跟他講就是說 如果有判例跟決議的 我會建議大家啦 你如果真的要記 記民國70年後的 OK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啊 我們以後講英國關係齁 我們通常會講一個最高法院的判例 76才上192 OK 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你現在查那個判決書齁 你還看得到76才192 那雖然說依照法院組織法 他已經降為跟一般的法院判決 一樣的效力了 可是我們現在的網頁有一個好處喔 你可以點這個判決進去看 他會 他旁邊會有一個顯現說 他被引用幾次 就是比如說其他判決法官 抄這個判決嘛 引用幾次他那個會顯現在旁邊 你去看這個判決 他跟一般的判決絕對不一樣 因為他被引用了一千多次以上 那你覺得這個判決重不一樣 重要 雖然說他已經降為 跟一般判決一樣 可是他還是不一樣嘛 為什麼 因為這已經深深烙印在 實務見解那些人心裡了 那你如果改國家考卷 改你的考卷的人 是實務界的人 我比如說 他看到76才上192 他就知道你要寫相難關係理論 因為那是一個反射動作 你懂我意思嗎 他只要看到76才上192 他就知道 你現在要寫相難關係理論 OK 所以像這種就要多加的記憶 看到嗎 那上課我們會跟大家講 哪些判例要背 看到 那為什麼要你背 這個有我的道理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 尤其在深論體一定要背 那我要跟他講就是說 另外一個是什麼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部分呢 其實我必須跟他講 啊 不是啊 司法院這個判例應該是 這個應該在這裡 不好意思 判例跟決議 應該是在最高法院這裡 OK 那這個我剛才講過嘛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這幾年有一個什麼 叫聚參考價值判決 可是聚參考價值判決 我必須說 就沒有像以前判例決議那麼標竿 因為他太多了 每個月都會更新 看到 那我有幫大家搜集啊 這個我這本書裡面 大概有1萬 1萬者以上的實物見解 聚參考價值判決 應該是收錄到 這本書的出版前戲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 最新的聚參考價值判決 那我會跟你講說有哪些 那其實呢 再來另外一個是什麼 高等法院座堂會 高院 高院我會建議大家看座堂會 為什麼 因為座堂會這種東西 我跟他講 很有可能拿出來出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假設出題者 他是法官 你覺得法官會有心思 去講什麼出考卷嗎 不會 那他唯一能做是什麼 拿手邊的東西來出 那再來是學說見解 學說見解呢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說 我們刑法的學說見解 大部分都是德日洋派 就是德派跟日派 所謂的德日大戰 那很多同學都跟我說 老師 學說見解要不要念 來我先澄清一個概念 要看你是考什麼樣的體制 你如果考選擇題 你有沒有看到 選擇題我把學說放在最下面 為什麼 因為旁邊要打個問號 選擇題我剛才講過 他要的是一個標準答案 而學說是分析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德派跟日派角度不一樣 對不對 如果一個題目出來 A選項是德派 B選項是日派 請問哪一個是學說見解 德派跟日派都說我都教授 對不對 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常常講 你如果是考選擇題的 學說見解你只要記通說 OK嗎 那你如果考生論題的 我常常跟他講 很多同學問我說 老師你是德派還是日派 我跟他講 我是國考派 德日你不要偏廢 德派日派都要念 為什麼 因為德派日派都可能會來出題 如果你只念德派 你遇到日派你一定被監殺 對不對 你一定被監滅嘛 因為敵軍嘛 不是嗎 OK 那所以呢在考試的過程中 我會建議大家 德派日派都一定要念 只是呢 有時候可能哪些提醒 比較偏德派 哪些提醒比較偏日派 往那個方向去寫